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石雄林 2009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了首批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中国木拱桥如此评价 它融合了木材的应用 传统建筑工具 技艺 核心边量技术和损某结合 以及一个有经验的工匠 对不同环境和必要结构力学的了解 今天我们节目为您介绍的 就是浙江省庆元县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 胡淼 从一个普通的木工成长为 国家级非移代表性传承人 胡淼是如何与这门 古老的技艺结缘的呢 在复原和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的过程中 他又做了哪些创新和探索呢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多年历史的蜈蚣桥被台风摧毁 蜈蚣桥共有狼屋十七间 整桥全部用石木搭建而成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 这座看似普通的木拱廊桥 曾经却是这门两省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 当时正在县城里做木匠的胡淼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他扔下手里的活赶回家中 桥头整个已经流了 其他东西什么都没有 我从上游和下游的绕来绕去 一直在那里看怎么办 对于胡淼来说 蜈蚣桥不仅仅是一座木工桥 这座桥还承载了他无数的回忆 和伙伴在桥头细细 陪家人在狼屋纳凉 跟村民们一起看孤民戏表演 而胡淼看着眼前这座洪水冲击后 仅剩桥台的蜈蚣桥 盘缓许久之后做出一个决定 重建蜈蚣桥 重新建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村民们生活并不富裕 如何筹集到这笔启动资金 成为摆在胡淼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很多人就说 只是在自己家乡住的 没事 钱没事 这些村民他们也就说 纷纷地就进来了 有时候也说 我捐一千的 我捐五百的 对吧 还有说我家的那个大柳商 就拿去住吧 不过我说还有一个问题 真的没钱了 可能就说 大家也要有人去投工 村民们热情的支持 让胡淼颇为感动 也坚定了他建桥的决心 钱筹到了 义工也来了 但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 胡淼找遍十里八乡 却没有找到 可以驾桥的主墨师傅 主墨师傅是建桥 最关键的核心人物 负责主持整个工程 从负责建桥材料的质量筛选 到计算建桥的木料根数 通过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法 形成木拱廊桥特有的排列组合 更需要超高的技巧和耐心 事情陷入僵局 胆大心细的胡淼最终鼓起勇气 决定站出来主持大局 但是他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小木匠 能承担起主墨师傅的重任吗 那么村民觉得很神奇 哪里有这么年轻的人能够住 他们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都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压力的 面对有些村民的质疑 做事稳健的胡淼开始默默行动 在做设计图的时候 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便是如何准确算出三截斜苗的长度 木拱廊桥的基本结构有 三截苗 将军柱 五截苗 剪刀苗 桥板苗 大小牛头等 三截苗是木拱桥最先搭建的基础 属于一级受力系统 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造成桥体受力不均 导致坍塌 起初 胡淼借助石拱桥的算法 运用圆弧计算公式 估算材料的长度 并结合勾股定理进行推理 但是很快他又发现 大量计算得出的数据 在实际建设中并不准确 因为每一座廊桥修建的地点不同 都有可能产生细微的影响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有位老乡向他介绍了一个人 吴奇林 吴奇林曾经在庆元县博物馆工作多年 他对于木拱廊桥传统木结构的 营建记忆颇有研究 就是我们吴老曾经也说过 是在夹角在25度到30度的范围之内 我从这个数据上来想象当中 那么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角度的计算来 算出这个三节斜秒的长度 正是在吴老的帮助下 胡淼反复琢磨 一遍又一遍进行推算 最终得出了三节斜秒长度的准确数据 为确保万无一失 胡淼又做出一个决定 那么我就特意找了两位 比我自己大的很多的老先败了 那么由他们来再配合我们去做 由于前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踏实稳重的胡淼 在众人的帮助下 终于以116根粗大石木 成功搭建成八字形木工架 继而让乌宫桥稳稳地架在竹坪溪上 重现昔日的风采 浙江省庆元县的小木匠胡淼 因为成功重建家乡的木拱狼桥 吴公桥 在十里八乡渐渐有了些名气 他也因桥生情 下定决心将木拱狼桥的传统营造技艺 发扬光大 在接连修建了三十多座木拱狼桥之后 胡淼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主墨师傅 但是一直从事新桥修建的胡淼 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邀请 有人请他修复一座古桥 如龙桥 如龙桥始建于明初 全长约二十八米 近跨约十九米 其结构复杂 工艺精湛 即亭台楼阁于一体 具有较高的历史 艺术和科学考察价值 突然之间 接到修复国宝级古桥的邀请 这对胡淼来说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将如何应对呢 如龙桥始建于明初 县桥修建于公元1625年 系迄今发现有明确纪年 年代较早的木拱廊桥之一 2001年 如龙桥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全国一座以单体廊桥身份 被评选为国宝级的木拱廊桥 面对这样一座木拱桥界的活化石 胡淼如何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呢 那么新的桥是由我们自己任意去发挥 都可以 但是修国宝桥 它是要按照文物局的这个规范去修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要做好它的这个质量 又做到它的审美光 这些都要保存原汁原味的味道 这是给我们的施工商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 熟知古桥的历史方能更好地胜任这项工作 胡淼开始动手翻阅大量的古桥相关资料 并向诸多历史文物专家请教 在充分理解和学习前人的智慧后 胡淼在修复过程中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国家级保护单位的一个龙龙桥 那么也就是我们庆园的一个特质性的标志建筑 那么作为我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造桥工匠 有这么好的机会去修这座桥也是我 注目都想的 了解了历史背景 接下来就是攻克技术难关 在着手修复如龙桥之际 胡淼很快遇到第一个难题 木拱狼桥由三节苗搭建为一级受力系统 五节苗是二级受力系统 结构与三节苗大体相同 连接部分俗称小牛头 通过大小牛头的横梁 在各组节苗系统平面的折角点进行强有力的拉结 再通过上下剪刀苗的横向支撑 而这也正是木拱狼桥 一里风雨百年而不倒的秘密 但是胡淼在安装五节苗的时候发现 无论怎么调整小牛头 与五节苗始终无法实现完美的咬合 在建教官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细节困难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会去请示一下我们老前辈的那个吴老 他就会跟我指点了很多 包括牛头的倾斜度 拱架是如何去受力 那么是不是说是损头受力 而是他的断面受力的这些 吴麒麟的一番话让胡淼毛色顿开 胡淼借助新学的知识 重新对小牛头毛眼角度进行了调整 果然调整后的小牛头 与五节苗严丝合缝的咬合在一起 完美匹配 扭曲的如龙桥终于被修复如初 这座近四百年历史的古桥重获新生 当胡淼走在如龙桥上 仿佛穿越了历史 与古代造桥的工匠隔着时空交流 2018年 胡淼成为了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但是时代更迭日新月异 新的设计风格与施工理念不断的涌现 人们对于木拱廊桥的建造不断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也促使胡淼对现有的建桥技艺进行改良与创新 那么面对中国上千年的木拱廊桥营造技艺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胡淼 又做了哪些新的尝试呢 本集完 这个手有的新池 最后也变成了个大户 禁止的研究 手仙 都没完工 看平面 4月 人们飞门 如果您比较好 艺鼓要提供 No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技术日真完善的同时 胡淼心中还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首艺的传承 从2016年开始 胡淼和当地的学校进行沟通 让木拱桥建造工艺走进校园 走入学生的课堂 右脚踩上去 你不要怕 慢点 踩上去 一 二 三 在课堂上 善于钻研的胡淼总是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让孩子们站在小木棍大城的简易木拱桥上 亲自体会这门古老手艺的神奇 保留乡村旧帽 留住青山绿水 记住积许乡愁 几十年来 胡淼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 除了不断的外出学习 参加培训 提升记忆的同时 胡淼也一直尝试 恢复古老的剑桥习俗 在他的努力下 发垂起拱 上梁祭天 踏桥祈福等传统仪式 在消失多年后被相继恢复 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 作为国家认定的非遗传承人 胡淼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 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更多的关注 让木拱廊桥文化延续历史的血脉 在新时代焕发多目的光彩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